经历了瘟疫饥荒和战乱的李东元 晚年时终于回到家乡 他感到自己所剩十日不多了 于是决定招收弟子 把自己一生积累的医术传承下去 那么李东元收弟子的条件是什么呢 他是怎么教授弟子的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 李东元又有哪些传奇的依案呢 请继续收看中医学博士罗大中先生 讲书大国一职 李东元第四集 蜡烛泪干 李东元生活在今末元初的动荡年代 亲身经历了瘟疫饥荒和战乱 而这一切却成就了李东元 使他从一个富家子弟成长为一名玄乎济世的名医 进入晚年的李东元 结束了漂泊的生活 又回到家乡故里 他感到自己所剩十日不多了 决定招收弟子 把自己一生积累的医术传承下去 春残到死 私放尽 蜡炬成灰 泪是干 中国的中医事业 正是由李东元这样医术高超 医德高尚的医生们 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千古 直到今天 那么李东元晚年收弟子的条件是什么呢 他是怎样教授弟子的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 李东元又有哪些传奇的议案呢 请继续收看中医学博士罗大中先生 讲述的大国医植 李东元第四集 蜡烛泪干 在公元1243年的一天 李东元回到了老家珍定 在12月份的时候 李东元的故乡下了一场大雪 这场雪下得非常的大 雪刚一停 李东元家突然就有人来敲门求诊 李东元打开门一看 吓了一跳 只见雪地里站着一个人 这个人两手居拦地站在那 正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李东元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个患者叫董林军 是零售县的 这个时候正好来针定这个地方 办事儿 正巧就赶上这场大雪了 雪非常大 然后这董林军就觉得 呼觉有风气暴致 忽然觉得冷风就把自己给吹到了 吹得非常严重 吹完了以后 过两天 他就觉得脑袋和脖子发麻 再接下来两个手就拘卵起来 难以活动了 他马上意识到 不好 身体有问题了 于是赶快就问当地谁治病好 别人告诉他 说李东元那是当事的最好的医生 刚回到我们老家来 你找他去吧 于是董林军就来到李东元家敲门求诊 李东元一看他这个样子 赶快您请进来吧 进来以后落了座 于是李东元就给这位董林军诊卖 诊夺的卖相是卖贤 重案是有力 重案也觉得卖非常的有劲 李东元就说了 说你这个手的痙攣 有可能是受了寒气的 但是你这个体内可不仅仅就是一个寒气 他说你大便怎么样 董林军就说 我大便干燥 几天便一次 然后李东元再看看他的面色 这个人是面 红热 面色是红的 李东元点点头 他心里就明白了 他说你这个病是一个外寒里热 李东元问他 说你喝酒吗 董林军说 我爱喝酒 我每天都要喝点酒 李东元明白了 我知道这个热是从哪来的了 那么什么是外寒里热呢 原来我们中医认为 人体患病并不仅仅单纯的 这次就患了寒 就是一个寒症 这次是一个热症 并不单纯的是这样 人体是很复杂的 有的时候会寒邪和热邪同时袭击人体 或者是寒邪袭击了以后 入里化热了 这位董林军就是 他体内有热 为什么呢 因为他经常喝酒 这个酒是湿热之物 容易导致体内的湿热 所以他的体内就有了湿热了 在这种情况下 外边的寒邪 又侵袭到了他的肌表 在外表造成了寒的状态 这样他身体的格局是什么样呢 这叫外寒里热 那么李东元认为 他这手的筋鸾呢 是寒气伤到了筋络 于是他就开了个方子 叫活血通筋汤 在这个方子里边 李东元呢 派出了两路药 一路药 以贵枝为主 来解他体表的寒 对于李热呢 他用了黄柏 这样呢 派出两路药 双向调节 我一路解你外边的寒气 这是温热的药 一路凉药呢 解你里边的热 同时把这药呢 伸入到你的体内 让它发挥作用 结果啊 这个方子浮下去以后 是一浮而浴 这个议案呢 发生在1243年 李东元此时 距离他去世 只有八年的时间了 李东元少年师从名医张元素 虽学有所成 但因家中富贵 步入仕途 但他生逢乱世 连续遭遇 瘟疫 饥荒和战乱 几十年的人生魔力 李东元终于成为一名 玄乎济世的名医 如今李东元年老归乡 在生命的最后这一段时间里 李东元又做了哪些事情呢 在这八年的时间里边 李东元做了大量的工作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把他的工作啊 给进行了分类 发现这个工作是十分庞杂的 主要分成三类 第一类 是要治病救人 那么第二件事呢 是著书立说 那么做的第三件事呢 就是传播学问 这个时候 李东元知道自己年岁大了 他非常想把自己的学问传下去 所以他就开始四处 找好的年轻人 作为自己的学术传承人 因为大家知道 古代老中医 对自己的传承人 那是挑选十分严格的 有的时候是要考验很多年的 因为这个人人品一定要好 如果人品不好的话 我把医术传给了他 他用这医术去牟利去 很快就会把我的名声给败坏了 所以对这徒弟的选择非常严格 有的是要考验好多年 确定人品无误以后 才把毕生所需传下去 李东元呢 有一天呢 就跟着他一个好朋友说了 这位朋友姓周 他跟这位周先生就说了 他说 我现在想把我的学问传下去 因为我已经老了 这位姓周的朋友就说了 他说 你跟我说还说对了 我知道这么一个人 他说 这个人呢 叫罗天翼 这个罗天翼这人呢 家里十分贫穷 但是这个人品好 这个人 人品非常好 非常的厚道 非常的好学 如果你想把你的一道往下传的话 我认为这个小伙子 非常的适当 李东元很高兴啊 说这样吧 你把这个小伙子 哪天你给我叫来吧 于是 这位姓周的朋友呢 就有一天 约了这位罗天翼 来到了李东元的家 这样呢 这位这一对 名扬天下的师徒就见面了 来之前呢 罗天翼还写了一封信 然后呢 他带着这封信就来到了李东元家 可是 李东元见到他以后 这封信看了一眼 然后就放到一边了 结果却问了他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 李东元说 如来学密钱医护 学传道医护 什么意思 他说呀 你来跟我学习 你是想变成一个去挣钱的医生呢 还是想做一个传播我的医道的医生呢 大家知道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因为 你不好回答 你说我是学挣钱的医生 李东元该想了 你这个人是为了钱来学的 这不行了 可是他要说呢 我是来学传道的医生 这有点像说大话 那么 罗天逸是怎么回答的呢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李东元出了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并不是想难为罗天逸 而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人品好 有聪明善学的弟子 真正能够把自己一生的医术流传下去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很难两全的问题 罗天逸是怎么回答的呢 罗天逸非常的聪明 他说了一句话 一传道尔 就这么四个字 这个四个字包含的含义很深 他说我也要做个传道的医生 为什么呢 因为罗天逸家里很穷 还有妻子 有孩子 你说不赚钱 我不想做赚钱的医生 这个大家听了也不信 罗天逸的意思是 我呢 钱也要赚的 可是我一传道尔 我呢 也要传播医道 您的医道传给我 错不了您的 我一定把它传下去 李东元一听说 这个徒弟很聪明 他这么一回答 两边都照顾到了 说行 这徒弟很聪明 收下了 李东元收罗天逸做学生 条件是什么呢 条件非常的优惠 文献记载 谁就学日用饮食 养己无君 罗天逸来学习以后 不但李东元把自己的医术 都交给他 每天罗天逸 花费的饮食 这些钱 自己不用掏 全是李东元 给你准备 白吃白住 白学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李东元看好这个人了 这个人品好 厚的 那么 有了罗天逸以后 李东元的一案 就有人记载了 所以在这个时期 李东元很多看病的记录 都被记载了下来 我给大家讲一个一案 当时有个人 是中书年和公 这人官是中书 这个年和公 这个人估计是个蒙古族的人 是个元朝统治者 这位年和公 在李东元去世以后 还曾经长期的找罗天逸看病 所以这个人 在李东元的一案里 是出现过若干次的 那么这位年和公 这一年犯了什么病 他患的病 是精华不顾 这是个难科病 就是华精 就是夫妻还没有同房 精液就流出来了 同时 他是膝脚酸软 膝盖软 然后臀部发冷 当时的医生 一看这个男性病 这个一定是肾虚 文献记载是 省医黄道宁 足以陆荣丸 时寻不解 省医可能就是省医级医院的医生 这个医生 就坚持认为 他这个是肾虚 需要补肾 因为精华不顾 补无力固托 这是肾虚 用了补肾的药以后 结果是时寻 这个病情一点没减 这个时候 这个年和公就觉得不对了 说我不能再找这个医生看了 李东元是当事的名义 我要找李东元去 于是就来找李东元来了 李东元一整这个年和公的脉 整得的脉相 陈述有力 就是卖按下去 跳得非常快 然后非常有力 李东元就明白了 说你这个病 前面的医生给搞错了 他说你这症状没减 这是幸运的 没加重就不错了 他说你这个不是肾虚 你千万不要以为你是肾虚 你这病是什么情况 是真热假寒 那么他用的是什么方子 用的叫滋肾丸 滋肾丸这个方子李东元经常用 药味很简单 就是三味药 这三味药 分别是九制织母 九制黄柏 就用九泡制过的织母 用九泡制过的黄柏 再加上一点一点的肉桂 这个比例相差的很悬殊 织母和黄柏是做什么用的呢 就是清体内的热 这个肉桂加进去是反左 怕它含得太过了 用来反左 不要含得伤到了正气 这个方子清湿热的作用非常的好 浮下去以后 文献集散是再浮而愈 很快这病就好了 这位年和公乐坏了 哎呦 这个方太神了 说这方我喝下去 那么长时间没治好的病 再服而愈 喝两次就好了 说不得了 于是他就后礼准备了很好的礼物 后礼来找李东元来了 说我这病好了 这个药你再给我点 行不行 我送您很贵重的礼品 结果李东元怎么回答他呢 李东元说不给 这个大家都很奇怪 就问了 说物不受益也 药剑大燕不赋予何言 说你不收这个礼品 是说明您有气节 说您讲道义 可是这药已经见效了 把这病都治好了 你为什么还不给他呢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景含蓝 这位年和公所患的难可治病 从苦至今都是一种很难治的病 而李东元却要到病除 既然这个药方如此有效 李东元却为什么不肯再给他呢 而李东元的这个药方 对于其他患这种病的人 是否也有效呢 这个议案又说明了中医的哪些重要原理呢 李东元的回答十分的惊艳 李东元说 服大寒大热之药 非久服者 唯从全可也 李东元说 这些药都有偏性的 我们是用这偏性来治病 这些大寒大热的药 我们是用了它来治病 这个病一治好了 人体一恢复了 我们可不要把这个药再轻易的给病人了 我们只要它平衡 从全就是平衡的意思 只要平衡就可以了 如果再给他 这个人的身体可就要受害了 旧的病去了 新的病可就要来了 所以大家当时就非常佩服 所以李东元用药真是有分寸了 那么李东元这个议案 告诉我们什么道理的呢 有两点 第一是慎用毒药 很多患有难科病的这种患者都认为自己是肾虚 包括现在 大家都认为补肾是治这病的唯一出路 所以经常求医生开一些补肾的药 或者自己买一些补肾的药来服用 但是实际上这个未必都是肾虚 很多人是有湿热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生活好了 吃的也都是肥肝厚腻 经常也喝酒 那么造成体内湿热的情况非常多 所以这种患者往往都是体内有热 补肾的药这个时候会越用 这个病情越重了 所以需要找一位医生来对你身体进行辩证分析 然后找出对应的药来治疗 第二点就是谨慎的服药 很多人认为这个中药好 这个药好 我可以经常的服用一点来调整我的身体 其实不用 人在有病的时候 往往身体处于失调的状态 而中药下去以后 就帮助你这么一拨 你把这关给度过去了以后 身体平衡了 其实真正恢复的 是你自己身体的自负能力 是你自己身体恢复的 那么这个药用下去以后 当你身体恢复了 就不再继续服药了 不要乱用药去了 有的人是这样 以为我要靠服药来坚持生活 其实这不行的 没有人是靠着服药去生活的 真正能够使身体健康的 是合理的饮食 合理的作息方式和锻炼身体 药只是在你有病的时候 起一个调节作用 当调节完了以后 恢复要靠你自己 我再给大家讲一个议案 这个议案是袁浩问的 袁浩问在1248年的时候 来了真定一次 他到真定来 当时是要写一本叫中周级的书 来了以后 他先到了一位 一个朋友家 这个朋友当时是负责管酒的一个官 结果袁浩问可能是多喝了点酒 两天以后 发现在脑后脖子这儿长了一个窗 开始没在意 等到第二天的时候 这个窗开始有点疼了 他也没在意 就在这一天 他还几次的见到了李东元 可是他都忘了提这事了 因为他跟李东元有十年没见面了 两个人非常高兴 热切的交流 这么多年都干什么了 忘了这事了 结果回家以后 这个窗开始大了 他觉得脖子后边发麻 脖子开始硬 然后是说这个窗 室外散 热毒心发 开始发出来了 这个时候 旁边就有人说了 他说你这是窗居 这个居在古代是一个很严重的病 经常因为死人 比如项羽的老师范征 就是因为得了被居而死的 当地人就告诉袁浩问 说我们这地方 刚刚有一位刘大人 就是脑袋上长了窗居 就死了 袁浩问他是个文人 他一听这个吓坏了 天哪 刚死一位 我这就得上了 吓得晚上就睡不着觉了 而且窗开始特别疼 疼得他也睡不着觉了 然后袁浩问第二天天亮 就做了一件事 这件事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每次看这个议案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袁浩问为什么会这么做 他做了什么事 他换了这个窗 疼得睡不着觉以后 他没有去找李东远 这个文人的心里有时候很难琢磨 不知道为什么 他去本地去找了一个当地的治疗外科病的窗衣 这种外科病的医生 外科病医生一看说 你这确实是后边长的是窗居 我给你开点方子 开了个方子 可是开完这方子 这个医生也不放心 说这个病很重 而且袁浩问是当时的大名人 非常有名 大文人 他不放心 于是第二天他又把自己的师兄找来 两个人一起给袁浩问看 看的结果是什么 他说 您这个窗 您先不用管它 等到十多天以后 它浓成了以后 浓出来了 我再用点药就好了 袁浩问一听 天哪 十几天以后 我都浓成了 人家那边都有一个死的了 我到时候死的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袁浩问的原话是 果如二子言 则当有束手待毙之悔 如果要真听你们哥俩的话 我就是束手待毙 我以后会后悔的 这个时候他知道着急了 怎么办呢 他想起李东元来了 李东元已擅置内伤病而注意 而袁浩问的窗居属于外伤 那么当袁浩问的窗居已经危及生命之时 李东元会用什么办法来进行治疗呢 李东元看着这个窗 没当回事 跟平时一样 跟他又聊天又说 袁浩问心里急的 说我这都这样的快死了 您还谈笑如平时 您快看看我这个 李东元就告诉他 他说 只当是我无忧恐耳 他说放心 没事 你就想想有我在这 就别害怕这事 不要担心 没问题 袁浩问心里想 我不担心是行 我是相信你 可是这个病可是要命 你敢看想想怎么办 李东元就说 您别急 我现在回家去拿工具去 然后我回来给你治这个病 于是李东元就回到家了 吃了午饭 等到下午的时候拿了工具就来了 袁浩问一看他的工具 下点晕过去 拿的爱荣 就是爱揪的那个爱草 他要干什么 李东元说 说你这个病热毒在这 我要用火工的方法 来治你这个窗居 袁浩问说 能行吗 李东元说 您试试吧 于是就用爱草 在他这揪了一百多状 这个方法大家不要照着去做 因为你我都不是李东元 没有这个手法 李东元在自己的书里 其实没有写 到底是怎么操作的 后来在明朝的医家 薛丽斋 他是个外科大家 是明朝的御医 在他的书里 记载了这个方法 因为薛丽斋 十分的佩服李东元 他传承了一些李东元的学问 具体是用蒜 用蒜切成片 然后配合爱草来揪的 那么揪完以后 李东元说 这个时候我开用药了 然后李东元才开了方 叫黄莲消毒也 这是个什么样的方子 李东元首先在方子里 用了一些解毒的药 然后最有特色的 是他用了一些入太阳经的药 比如枪活等这些药 为什么这么用 这是李东元独特的心法 是跟他老师张元数学的 因为中医认为 你这个窗长在哪个位置上 它到底是归哪个经络所管的 一定它是有所属的 它长在经络的管辖的区域里边 一定代表这个经络 气血不通畅了 所以我在治疗这个窗的时候 一定要加入眼睛药 这个就是我们中医所说的药眼子 眼睛药 这个眼睛药是谁创立的呢 就是李东元的老师张元数创立的 从他那中医开始有的 眼睛暴使的药 李东元认为 他长在脑后脖子后边 这是太阳经所寻行的部位 那么他就要加入走太阳经的药 往外发散 我们看李东元治疗其他窗庸的这些医案 这个窗庸长在身体的不同部位 李东元一定要在方子里除了解毒药之外 还要加入走这个经的药 这才是真正治疗窗庸的好的方法 那么这个方子开完以后 李东元就对袁浩文说 说这个方子浮下去 你会感觉到有三个效果 一个是胃口会好 然后精力会旺盛 然后腿脚会灵便一些 你就吃一吃看 结果袁浩文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熬好了 咕咚就喝下去了 喝完了是头床大憨 马上头到床上就开始睡觉 熟睡 一天到第二天上午的时候才醒 醒了以后 一手门窗总捡七八 用手摸窗 这个总捡了七八成 很见笑 但是袁浩文这个文人心里非常的有趣 多疑 他这窗怎么这么快总就消了 他怀疑什么 他怀疑 他说鱼一窗透喉 俱要明知是知 他说我这窗这边不出来了 是不是要从喉咙里边出来 我这个可能要出事 赶快把李东元给我找来 于是赶快把李东元又请来了 李东元一看 说这位老兄真是多疑 不好说什么 他就说这有什么呢 这不是好事吗 他说我告诉你 须止即日不午期日 坐家子可出门也 他说你这样 从现在开始你计时 五天七天之内应该就做了一个硬家了 你就可以出门了 应该就没事了 袁浩文听了挺高兴 于是在家又开始养病 结果到了第三天的时候 又出现问题了 袁浩文做梦的时候 晚上睡觉的时候 出现了消灭之变 这个消灭之变是怎么回事 消灭这个词 古代是指睡觉做梦 后来消灭之变 就指做梦的时候有男女之事 后来有的一家引申为 说有梦遗经 那么袁浩文 他有了消灭之变以后 他这个人很多疑 他又想了 他说这个不好 这是不是我要死的正后 他说 于据其为死后 甚幽知而无可告语之者 他说我这个恐怕是要死的正后 可是这事就不好意思跟别人讲 没有跟倾诉的对象 所以憋在心里很难受 哎呀 在这忐忑不安 怕自己要死了 您现在收看的是 百家讲韩蓝 古人认为 男子之经为人身元气 而消灭之变 则是元气一失 所以袁浩文十分恐慌 那么袁浩文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症状 这是否与李东元 给他吃的药有关系 而出现这个症状 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就在这个时候 李东元来窜门来了 李东元一进来 袁浩文 我的天哪 救星来了 赶快东元坐 坐 然后还想问李东元 可是没等他说话 李东元先问他了 李东元这个人 以前我们讲他是很严肃的 其实看这个一样 他这个人也是有说有笑的 他说只服药后有三宴 而不予相告何言 他说你服我的药以后 有三点验证了 有三个变化 说你不先告诉我 为什么呢 然后问 哎 愣了 李东元就又问他 说只二三日来 见诞否复 说你这两三天以来 饭量是不是见长 然后问一想 哎 对啊 我这两天饭量果然见长 非常的能吃 然后李东元又问他 说只较息就若 今行步有力否复 说你呀 以前的腿脚不灵便 非常软弱 这两天你有没有感觉到 你走路这个腿脚有劲了 元昊问一想 是啊 哎 我这两天走路 果然腿很有劲了 不感觉有障碍了 李东元又问他说 自着宵梦有宵魅之便 何不自言呢 李东元直接问他 说你昨天晚上做梦 有宵魅之便 你为什么不向我主动交代 元昊问说 于为之一笑 终不宜此便告之也 元昊问是笑一笑 心想 我就不把这事告诉你 就一直没有对李东元说 后来是他自己 记载这个议案的时候 把这些事都写了出来 这个议案发生的时候 李东元和元昊问 实际年龄都很大了 在这个议案 过去的三年以后 李东元就去世了 在李东元最后的时光里 他经常把手中的活就放下了 因为知道自己的身体不行了 他经常坐在家里边 看着远处的群山 望着风起云涌 回想自己漂泊动荡的一生 罗天忆呢 知道自己的老师 精力已经衰竭了 但是罗天忆 万万也没有想到 这一天来的会如此之快 春残到死 思方尽 蜡锯成灰 泪是干 中国的中医事业 正是由许许多多 李东元这样 医术高超 医德高盛的医生们 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千古 直到今天 那么李东元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都对弟子罗天忆 说了些什么呢 有一天 李东元把罗天忆 叫到了自己的房间 罗天忆一进来 就觉得大吃一惊 为什么呢 因为在李东元的桌上 摆满了各种各样的文献资料 罗天忆很诧异 李东元就对罗天忆说 他说天忆啊 我知道自己活不了几天了 这些资料 都是我毕生学术成果的积累 还没有整理成书 我把它呢 交给你 他说你一定要把这些东西传下去 李东元说了一句话 他说此书妇辱 非为李宁之罗天忆 甘为天下后世 甚入湮灭 推而行之 李东元说啊 他说我把这些书给你 不是为了我李东元 也不是为了你罗天忆个人 这是为了天下后世的人 你一定要把这些书给传下去 不要让他们消失了 罗天忆啊 一看李东元说的这些都是绝别的话 十分悲痛 跪倒在地 是泪流满面 这个时候啊 李东元就问罗天忆 说你能不能答应我 你一定要答应我 那么罗天忆呢 已经哭得说不出话来了 李东元此时也没有力气了 但是他仍然用自己的目光 殷切地望着罗天忆 罗天忆啊 只有磕头点头 他说老师 我一定答应您的要求 我一定会把这些学问传下去的 结果没过多久 李东元就去世了 实在公元一二五一年 阴历二月二十五日 祥年是七十二岁 李稿自明知 好东元老人 他生活在呢 一个暗无天日的世道 他的眼前没有见到多少阳光 但是他正是凭借自己心中的一点信念 领悟到了一道的真谛 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在动乱中为我们奉献了许多本中医典记 为我们奉献了很多中医的理论精髓 今天当我们在宁静的书斋里 翻开李东元的书的时候 让我们大家对他说声谢谢吧 这个人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人 谢谢各位 李东元的故事就讲到这儿 庙西雍明代末年著名医家 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 十七岁自己给自己开药方 竟然药道病除 出身官患人家 却差点成为街头混混 后来古读医书十年 四方游历又十年 巡视网友采药搜方 忠诚一代名医 那么庙西雍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请继续关注中医学博士罗大中先生 继续讲述 大国医治 庙西雍第一集 自学成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